字幕提供 感謝大家來 然後我們這個議程呢 我們來探討的就是 JDK8 他的GIT行為跟他一些相關的效能分析 然後 非常榮幸來到這裡 那我發現今年的議程其實蠻好的 有五場做 做GBM相關的議程 那我記得我第一次在台灣探討 那個GBM就真的十年前嘛 那我覺得蠻好的 反正我每年都講GBM 那一個一個朋友 非常的嗨 太好了 那所以你為什麼要 要了解GBM呢 我們可以看到像淘寶的例子 那淘寶成長得非常快 這我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那所以 當你的規模成長到一個非常大的時候呢 任何一個微小的效能優化 就像早上Keyno講的 任何一個微小的效能優化 其實整個對系統衝擊都是很大的 然後再來是 GBM會遇到很多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像淘寶這種 有規模公司 勢必都是自己要跳下來處理 然後呢 你可以發現更有趣的趨勢 就是從JDK7開始呢 有很多像 Functional Programming List JSQ Ruby 甚至JDK8更好玩 直接把整個 Reno塞進去了 所以你看到說 很多高階語言呢 就整個都整得到街面裡面去了 然後當然你會看到一些像 AOP啊這種高階的技巧 就變得很觀 好 所以我們在議程來探討什麼 就是 在台灣什麼東西都可以靠北 那我自己在大學教書 就很有趣啊 有靠北教大 靠北成大 你知道 導師上課起來蠻辛苦的 要一天到晚看 然後就上課開學沒多久 有同學跟我說 誒我的課又被那什麼 靠北工程師提到了 所以又去看一下 好 那所以 所以其實現在管道蠻多的 好 所以我們今天來探討一個議程 叫做 靠北JVN 好 那所以我們來探討 就是說這個JVN 要幾個議題 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 真的要理解那麼深呢 因為你會遇到 VN crash的狀況 記憶體不夠的狀況 還有說BiCore BiCore有些相容性問題 然後再來是說 你可能有些城市規模大的時候 會有一些什麼 Constant Pool的問題 然後當然像這個 早上那個 阿里的工程師 其實跟大家講很多 就是像 多資金序 多核心 或者它包含像Hadoop 他們為了要改善Hadoop的效能 其實有去對VN做調整 好 所以我們在議題涵蓋幾個 就是第一個我們先從 JVN的概念 跟著大家探討 然後再來是說 就HotSpot 那怎麼運作 然後說我要怎麼去追蹤 整個JVN compiler 我們最後會對照看一些Assembling 不要害怕這Assembling Assembling有趣 好 這邊來看一下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 右邊 可以看右邊是示意圖 這個圖比較小一點 我們就稍微念一下 所以這個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上面呢 右上角是JavaSource Code 那中間祕密碼 那是什麼 那是BiCore 然後接著就在不同平台 有不同的Virtual Machine 然後如果你看左上角 所以實際上在執行的時候呢 這個ClassFile到Virtual Machine 到我們所謂的這個 叫做執行引擎 其實中間是很多議題的 比方說我們會知道像 ClassMetaData 那這個 還有搭配像 ClassLoader 然後再來是 你可能會做一些 JIT的Cache 好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去看倒 第一個層面是Runtime Runtime Runtime的層面看倒的是 Class怎麼Load的 然後再來是 我怎麼去驗證BiCore 有沒有惡意的程式塞在裡面 那還有一系列的Synchronization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JavaSignine Compiler Compilation 那這我們今天要探討 主要的探討議題 那先把觀念字字一下 第一個是Profile 然後再來是CompilationPath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OSR 好 那GC的話呢 我們在今天不會特別探討 但是如果說等一下有興趣 可以給大家 Q&A可以來討論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JVN JVN 基本上它的原則是 先去執行BiCore 那不會急著去產生MachineCore 好 那當然最終呢 最終很可能是執行 產生過MachineCore的那個 整個路徑 但是會有一些特例 好 那這個過程中呢 會勢必一些很麻煩的問題 它是一個妥協 就是說 你要產生最優秀的 最佳化的程式碼 其實你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但是問題是 整個執行的時間 是跟起始到最終 那中間這個 你做越多最佳的話 你可能會起 那個效益不見會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取捨 然後再來是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叫GC 這個在 多核心的系統特別明顯 因為多核心系統 你只要發生一個嚴重的Lock 應該做GC 整個系統就停下來 好 然後再來是 JDK一直發展到現在 其實一直在提出新的CodePath 去做最佳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右上角這個思議圖 所以右上角這個思議圖 你可以看到說 左邊是從那個什麼 從 Interpreter 從植疫器開始 然後植疫器呢 就執行的時候呢 就會去分析 比方說我在回圈 進入某一區段 它非常的 非常的頻繁 我們稱為這個東西叫Hot 相對Hot 叫做Code 就是 一個叫人感 一個叫 火紅 所以就是說我們 我們對人感的程式碼是沒興趣的 我們只在意火紅的程式碼 然後再來是 才是我們今天講的主題 就是JIT 這個在學術上叫做Dynamic Compilation 然後呢 注意到左下角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叫Deep Optimization 因為我們在做最佳化的過程中 會捨棄掉很多資源 原本的程式邏輯可能會被打帥 打亂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直接再介紹 但是呢 因為這件事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程式的路徑 所以呢 我們即便我們做了 JIT 或是做了很多最佳化 那我們有一步會做D Optimization 這樣子才會確保原本的執行流程 是一致的 因為我們不管做多少最佳化 整個結果就必須是正確 那這張右下角的大圖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畫的比較複雜的圖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程式呢 綠色區段 那這是我們設計的目標 希望大部分的程式都可以這樣 在編譯過 就常常執行的區段 然後編譯執行 但你可以看到說 像黃色GC的部分 其實它佔的比例是很大的 那你可以像說 白色JIT 你真的在做Binary Translation 在做Codgen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說比例是可以 不要佔據到太多時間 這樣才是一個合理的一個系統 好 那這個剛才講過的 The Optimization 所以我們快速複習一下 就是說我們實際上 我們會去 JIT會去產生Machine Code 但是 因為這件事 涉及到整個路徑的改變 那我們會希望說 因為畢竟這個 程式執行流程是動態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實際上呢 我們會有個路徑 是做The Optimization 確保原本的流程是正確的 好 那接下來就是OSR OSR的全名叫什麼 叫Unstake Replacement 好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技巧 就是說我們常常做一些層次碼 比方說我們看 右下角看到Benchmark 那Benchmark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呃 持續的一個 持續的動作 好 那我記得我在 在聯發課工作的時候啊 好 那我們有個東西叫做 安兔兔Test 好 大家知道安卓的手機碼 就是安兔兔嘛 那總之就是 這個手機呢 做得再好 其實有時候 大家不是看你的手機的效能 也不是看你的付出多少 是看安兔兔的分數 這有時候很悲劇對不對 就像我在大學教書一樣喔 對不對 其實 其實重點不是你學多少分嘛 不然 做重點不是你懂不懂嘛 重點是你拿多少分嘛 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好 Anyway就是說 像這種Benchmark 尤其是Micro Benchmark 有時候我們會做一件事 我們呢 我們不會急著去把這些程式嘛 轉成Machine Code 我們做什麼事 我們做的事情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再大量回圈 或是說在一些 往前往後 我們叫做 Back Benchmark 這樣子往前往後 就是Benchmark 他常常會做這種事情 一個回圈一直跑 一直跑 跑一個一萬次一百萬次 那我們乾脆幹嘛 我們乾脆 在Stack執行的過程中 我直接把那些Core換掉 換成比較快的程式碼 不記得是Machine Code 可能就換成一個T塊方案 比方說 你知道說 現在大家小時候知道一個故事 叫做高師的故事 對不對 高師小時候呢 老師就給他出個題目 從一加到一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直加加加加加加 那老師就去泡茶 那這時候高師就舉手說 老師我知道 答案是 五零五零 那老師說 虎爛啊 你不要鬼扯蛋 然後高師就知道 一跟一百嘛 然後二跟九十九 對不對 所以他就發現說 這個東西這樣子配對就是怎樣 就是加起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呢 如果呢 你知道說 一加到一百等於五零五零 這種結論 那你就直接把它替換掉 這是一種偷吃步的技巧 好 那實際上我們在Bicode的 我們講Bicode的Execution Engine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的那個 磁座大概是這樣 這是真正可以執行的程式碼 所以比方說我們看到一個 StableVM 它是一個非常單純的Virtual訊 那你可以看到說 它基本上它在做什麼事 比方說這邊有一個OP code 它叫IATB I表示Integer 所以它是整數的加法 所以整數的加法 我就需要兩個值 就是倍加速跟加速 所以呢 我們這個倍加速跟加速 會先在堆點裡面 那所以第一個動作是把它POP 那POP完之後呢 就是 POP一個不夠 要POP兩個 對不對 一個便當吃飽怎麼辦 吃兩個 因為我們要有兩個便當 才能做加法 那做完加法之後要幹嘛呢 你懂了嗎 要去廁所蹲一下 不是啦 輸出物 好 所以那個輸出結果是要放到Stag裡面 所以大概四億層次版就長這樣 好 所以你知道那個 這個 我們知道紐西蘭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叫路 對不對 那街面有一個東西很棒 叫做HotSpot 順便來看一下HotSpot 好 注意到 剛剛這個東西是非常簡化的實作 好 那這HotSpot長什麼樣呢 Warg 對不對 我在大學到處不能講靠 就是 哇 靠北 好 那這個東西實在是太強大了 這賞什麼鬼 所以今天我們要帶著大家幹嘛 來理解這段程式吧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HotSpot的這個引擎呢 它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Temporary Base Interpreter 所以 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HotSpot的那個植液器呢 並不是用那個 並不是用主圍銀開發 而是呢 內部有一個韓式庫 好 動態 執行時期 產生什麼 機械板 注意到喔 它並不是用組合圓開發 而是有一個Temporary 你就想像它就是 造成某個模式 比如說 偵測到1加到100的時候呢 等於什麼 5050 類似這種答案 就是類似這種操作 那接著呢 這個東西叫做 Interpreter Macro Assembler 所以從它名字可以知道一件事 它雖然是一個Assembler 就是一個主義器 但是它的範圍是比較大的 然後針對不同的硬體 比方說你硬體有支援SSE 或是像那個Aunt的話 有可能有支援你Aunt 或是GPU 像GPM也開始用GPU來做最佳化 那所以 依據指電硬體去產生對應的機械比 那這樣的好處很明顯 就是說 你可以精準控制你要生成的機械比 那又不用遷就說 你要寫出一大堆啊 對不對 你可以知道很多排列組合 對不對 比方說 i386 i486 然後一大堆排列組合很恐怖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就是動態選擇 這是Temperate 好 所以它寫出來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這段程式碼看起來比較恐怖對不對 它是吸引人對不對 看起來比較新對不對 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中間有個東西叫XORPTR 跟NNOV PTR 這個東西最終會轉成Machine code 但是實際上它寫法還是一個Portable 一個C++的程式 所以比方說上面就是一個進入狀態 好 那底下就說我最終要處理的狀態 好 就是便當吃完要輸出那個狀態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說 實際上如果說C1 compiler 等一下會解釋什麼叫C1 好 先把它記下來 這個C1 compiler 剛剛那一段 會對應到這一段程式 好 所以它會這邊轉成那個 痾 痾 那個 那個 IAA32的架構 就是312位的intel架構的那個 的那個 Machine code 好 所以比方說這邊有一個進入點 然後離開點 好對 我忘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我們大會很體貼 有幫大家準備那個共筆 然後 然後就是這個共筆 所以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然後呢 因為怕沒有人寫共筆 所以我就幫大家寫好了 大家知道 現在在大學教書 真的是很辛苦 這也是我在大學教書學會的技能 對不對 學生不寫筆記怎麼辦 老師寫 對不對 那學生不教作業怎麼辦 老師教 對不對 那你只要一直做到學生感覺說 老師你不要再寫下去 我們會認真寫 對不對 這個教育就成功了 對不對 好苦喔 天啊 所以就底下有些東西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 對 如果你有聽到有些有靈感的話 你可以來看一下 好 那你們 就這樣我們繼續看下去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個 Temperate Base Temperate Base 的Interpreter 其實它這個風格大概是長這樣 那 其實我覺得我們不用急著去看原始程式嘛 你要知道它的觀念 好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最重要的事情是說 我們有一個比較高階的部分 去處理這個 Bicode Bicode的實作 那對應的 對應的比較低階的 比方說 像前面講到這個 SOR 每個平台怎麼做SOR 每個平台怎麼做OR 每個平台怎麼做OROV 那就是去處理 好 那所以這個地方呢 注意到 這一段程式碼是 在Husbun比較高階的部分 那一定會有一個 對應比方說AMD64 或者是AARC64 就是AMD8的架構 所以簡單就是說 這個Husbun 我快速來講一下 有個C1跟C2 C1是針對Client 所以它啟動比較快 但是它的最佳化空氣比較小 C2呢 最佳化空氣很大 那主要是用在ServerSide 所以比方說 我等一下會來Demo一下這個程式 這個是一個GIT Watch 可以追蹤那個 Just-in-time Combination的過程 那這個是用JavaFX撰寫的程式 這是跑在C1 那Server的話 就是前一場那個 葉秉哲博士有跟大家講 就是講Husbun 那地方主要是在講C2 好 那這時候呢 梁振英先生就說 為什麼已經有第一屆還有第二屆 已經有C1還有C2呢 所以我們在想像 那個 為什麼大家不知道這裡可能 我們要關心香港人 我們要救救香港 就是 明天的香港 今天的香港 明明的台灣 所以下個月一定要去投票 真的 好 然後那個 我們大學老師 不能跟大家講一下同學 好 那所以那個C1呢 它就是啟動比較快 那C2有很多最佳的空間 比方說這個Loop Unloading 9 這個DC 這等一下會再講 然後呢 下一個東西很好玩 叫做Tier Compilation 這個東西在Java 8 是預設是啟動的 這把兩個特色組都加起來 那在Java 7的話 可以透過這個選項去開 注意到我們今天有看到一堆XX 兩個XX 就表示這個 一些extension 好 那C2呢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在OpenJDK 或是整個 Oleco的JVM 最旗艦級的那個 實作 那你可以注意到它的範圍 它的profile的空間 是很大的 整個 就是一萬個Code 就是一萬個 那個FunctionCode 這個 它是以那個Math為主 就以Java的方法為主 好 那這邊是一個示意圖 我們先來看上部分 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剛才可以看到說 剛才那個講XOR 對不對 那些 有個高階的描述 然後接著那個 產生MachineCode 的地方是在CodeGen 那事實上有高階 就叫HIR 那它有個 IR是什麼意思呢 IR就是一個 中間表示式的縮寫 那 所以在中間表示式的時候 就會做最佳化 然後這次我們轉成Low Level的那個 中間表示式 那 因為實際上的那個 站成器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 Register Location 對 然後 所以大概這個示意 所以這個 在 Huspar來講 會有Front End跟Back End 所以這時候又要 特別來抱怨一下 我們每次在那個 很多那個 科技論壇啊 或者什麼研討會啊 都會說 我們公司前段工程師 我們公司 後段工程師 那我繼續應徵啊 對不對 那 面試的時候人家就說 你什麼都不會 你來這邊幹嘛 我說我會啊 我有做過JVM 我有做後端 我有做過Compiler 我有後端 Compiler Back End Compiler Engineer 所以我跟你的差別 可能是我薪水比較高 那看一下 就是說 Back End 對 這台灣Back End 不是只講Server Compiler當然有Server 一大堆都有Back End 一大堆有Front End 所以 我們用詞要精確 好 那所以呢 這個也可以叫做這個用詞 就是說 這個 class loader 然後在interpreted by code 那我們基本上會找到HotSpot 才把它轉成Machine code 不會急著去轉成Machine code 這是沒有效益的 但是有時候呢 我們會做the optimization 確保說那個程式流程 然後有沒有辦法再做進一步的追加化 好 那這邊是一個示例 比方說左邊是一個JR程式碼 比方說 i加j的結果放到x asine to x 好 那轉成Machine code大概是這個bunker 那注意到Java是stake based 所以基本上它都是在stake操作 好 那我們今天問題是什麼 這個東西怎麼去執行 那右邊呢 上面的圖是什麼 只要跟你講說這個執行時間 所以如果說你是用那個switch case 就是說每個by code 你用switch case去執行 其實花的時間是很長的 但是如果說你經過次度的最佳化 其實可以降低一個非常顯著的一個幅度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呢 是這個tier compilation 就是像Java 8 那基本上它會做什麼事 比方說a等於3 b等於4 然後呢 a加b的結果呢 放到resort這個valuable上面 那add的stake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s加y的解放進去 好 那HotSpot 注意到 在Java 8呢 遇到這些程式碼 就直接把它轉成這樣 下面這一段 a加b 那注意到 a加b的結果放到resort呢 這個東西在 多數的 計算機結構裡面 就是多數的那個架構裡面 其實都是這樣 都是一道指令 可以做完 所以上面講那麼多 變成一道指令 你會覺得很感動 然後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一件事 在現在的計算機來講 就是現在的 電腦架構來講 大概 平均 九道指令 就有一道是branch 那branch發生的時候呢 會導致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你整個pipeline 這個效果會沒有作用 所以我們會做一件事 叫做branch protection 那執行引擎也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 一旦我發生branch的時候呢 我其實 如果你可以想像 我原本把那些訊酷都生成好了 但是根本沒有走進去 對不對 那 對不對 就是比方說根本沒有執行進去 對不對 就像說 教科書印好了 對不對 但是不要教嘛 可是我已經印了 怎麼辦 這就是考驗各位的智慧 所以 這個東西呢 要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東西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 就是 所以現在JVN的整個研究 尤其Java Act 有個東西叫 Appordinate Computing 所以我們去預測 其實早上的Keynote 這個阿里的Keynote 其實講得非常好 就是講到這個預測部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們的簡報 那這個東西比較深奧一點 我們就不提太多 所以簡單說呢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呢 其實會涉及到一個很有趣的一題 就是說呢 其實 如果你用時間走為單位的話 那你可以看一下說 一開始呢 編譯的那個Machine Core很少 那在某個臨界點開始呢 比方說 在中間的地方呢 那基本上它大概都編完了 那後面就不太編了 因為就整個穩定了 那接著呢 如果說你去看 用分部來看的話呢 你會發現說 其實呢 有非常高的比例 左邊 左邊的非常高的比例是 極少數的某些方法 才會變得Machine Core 那右邊呢 這個很常常的根本都不會發生 就是因為 它可能幾乎沒有 轉成Machine Core的必要 好 然後呢 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更有趣的地方是呢 這個 這個蔣偉尼 教授跟大家講 就是 我們不能只有效能 對不對 就是這個SCI很重要 但是那個 大家懂是不是 就是那個 好好的程式面對自己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去想 就是這個程式怎麼執行 這是一個非常困擾的事情 所以實際上 那個是一個什麼 那是一個 當然那個是一個 一般的分布 所以實際上我們需要一些工具 比如說這邊的介紹 等一下會介紹的東西叫GIT Watch 你找GIT Watch 有時候不會找到程式嘛 會找到真的意思是Watch 好不要找錯了 好 然後這個東西呢 就是說你要去看什麼 看整個時間的分布 這其實你需要一些 動態的工具去協助你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來展示一下這個東西 好 好 這個叫GIT Watch 在GinHub上 好 然後呢 就是這個 宋先生啊 就跟大家講說 對 他要跟我一起來研究決定 所以感謝大家來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些最佳化的技巧 第一個叫Method in learning 那第二個叫Loop in learning 然後以此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in learning是一個最簡單的技巧 像剛才大家回想一下 剛剛那個程式嘛 對不對 就像正常程式嘛 如果我把3跟4的加法 把它變成 就是原本是一個方法 就涉及到那個呼叫方法 就是 那就是這個Method in vocation 但是實際上 我們把它轉成一行 一個敘述 這個敘述剛剛好 可以變成一個machine code 所以這是一個 in learning的目標 注意到這是目標 但實際上 實際上 實際上是問題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邊有一個程式碼 這張程式碼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這邊有個ADD ADD的動作很單純 但是ADD執行了很多次 對不對 這個max有多少的值 它就是多少次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一個有趣的限量是什麼 如果呢 我們把function code 這件事把它消除掉 也就是說這件事 直接把上面板翻上去 那其實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你知道層次碼可以變成這樣 那就可以少掉 function code的成本 少掉branchic prediction的充 Guitar 這個整個對 計算 Duck Title 這個整個對計算技組織 是有很大的注意的 好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說那個max 你就知道它的值最多只有5 那我幹什麼ee 乾脆把那個值全部寫下來,就全部展開成1到5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技巧 loop and only 然後再來是說,在整個 尤其在多執行序的系統 在SMP多核心的系統 大問題是什麼?因為我有時候synchronize 大家知道一件事,synchronize 基本上它是一個非常高階的操作 這個在作業系統的術語叫做monitor 那個成本非常大,它其實動成幾千個 或是幾萬個instruction,所以它的成本非常大 那如果呢,你今天遇到一個悲劇是什麼? 就是說你在回圈裡面一天到晚幹嘛? 回圈到晚一天到晚在呼叫synchronize 那你就會遇到一個悲劇是 如果你的回圈一天到晚呼叫synchronize 那就是浪費 所以比方說我們看一個例子 好,比方說這邊有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呢,如果你一直在做synchronize 其實是怎樣? 其實你如果說每次進去的時候 注意到,第一,這一頁跟下一頁有一點差別 這邊是整個做完之後在 就是這邊復回圈對不對 復回圈在這裡 然後復回圈的內容整個做完 我再包一個synchronize 那另外一種做完是怎樣? 是在復回圈裡面包一個synchronize 那注意到這兩個件事的意義是不同的 那如果呢,我們完全知道這個synchronize 是沒有意義的,沒有必要的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去掉 就可以省掉很大的成本 而且尤其在多核的系統下 然後呢,再來是另一關東西叫escape analysis 這個東西很有趣,所以我們來 剛剛那個例子自己看就好了 這個例子很有趣,我要稍微講一下 所以你建立一個東西叫負 大家知道一件事,有負就有爸對不對 叫負爸爸對不對 負爸爸跟窮爸爸 那窮爸爸在哪裡? 窮爸爸在右邊,看不到對不對 你要反白之後才看得到答案對不對 好,那這個負 有負呢,對不對 那注意到,這個是Static class 注意到,Static class呢 對不對,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那裡面呢,裡面有兩個Member 一個叫A,一個B 那宣告成Final 所以呢 所以,實際上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常數來看待 然後呢,它的Consroller裡面帶入A跟B 那這個 好,那如果呢 你有負,然後就把爸帶出來 好,有爸爸就帶出來 就把HELLO跟JPN帶進去 那我們注意到這件事 在JRIN裡面的東西叫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String Literal 它是不能改的 好,前面那個 葉米澤博士有跟大家講過了 好,那所以呢 如果說你今天這個 呼叫一個BAZ的方法 這個方法本身帶一個Fool的Instance 然後最後把這個詞印出來 然後呢,再加一個豆點 然後再呼叫另外一個Method 那這個Best就是加一個驚嘆號 好,那你用腦袋想就知道 這一定是HELLO 豆點JPN 驚嘆號,對不對 好,這考試人喜歡考這個對不對 好,大一的程式設計有考這個 如果你可以直接把輸出答案 就是HELLO JPN 對不對 好,那你知道快很多 你快什麼 你快的這個方法本身 好,然後呢 你甚至省掉這個負 對不對 你沒有負也不用爸爸 好,你不需要負爸爸 就是白手起家對不對 看到這麼乾淨的程式嗎 好,但是呢 這是一個很難很難的事情 注意到 這個東西是一個很高階的技巧 那這也是很多JPN 在做最佳化在做的事情 那這個有些參考資料 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你要做效能最佳化 基本上你要做什麼事 你要把效能一體 把它那個什麼 把它先調整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呢 就是QuickSort的演說法 就像Ruby寫 很可能 比你用 BubbleSort的 用組合員寫 還來得快 因為演說法其實最關鍵的 演說法的資料 使用方式 如果你那些演說法都調好了 之後我們來看 下個問題是什麼 Memory Access 要知道一件事 整個Virtual Machine的執行 其實對整個記憶體的開銷是很大的 然後再來是Function Call 如果你可以In-Line 這個就有效果 然後再來是Line 前面講到那個像Synclern 那種例子 然後再來是JIT有個Login 所以我們後面要講 所以那個 這個 豬市長跟他講 一定要做好做滿 對不對 不能只做一點點 對不對 不能做一半就想要回來 不行 要做好做 好 所以我們要研究一下 怎麼做好做滿 所以你在執行的時候呢 你執行你的程式 要分析程式的時候 要加這幾個 好 比方說呢 就是class loading啊 還有做整個compilation 整個JIT的compilation 把組合員印出來 好 然後像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 比方說這邊有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的邏輯跟剛剛很像 這邊有加法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搭配 回圈的加法 那接著就是說 帶入一個 Arcument 把它轉成Integer 再把G取出來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個 有趣的點 所以就是說 你今天加一個 compilation過程把它印出來 那當然得到這樣的結果 就是 剛才我把1000帶進去 那你會發現 跟你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如果你是把compilation印出來的 其實你會發現 你真正知道的東西叫做A 其實是在最底下才出現 那 中間那些東西不見了 對不對 你看看什麼 這個東西不見 為什麼 這個東西被Inline 所以你知道 它是很強大的 這個東西被Inline 但是在Inline之前 有很多事要做 對不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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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說在懷孕之前 不是只有簽手 要很多事 就是培養感情 不要亂想 對 我們思想是很乾淨的 那所以就是說 這個 要讓你的程式 真的被執行之前 除了簽手 都不夠的 要培養很多感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中間培養什麼感情 就是只要Castodding 甚至有些 security manager 所以就是說 你用Toncamp 那很多複雜security manager在裡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在整個執行來講的話 就是 執行會有一點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在某個行政點 比方說你家產生那些machine code 的時候 你花很多時間 比方說上面看到四秒 但是呢 接著大部分時間都會再一秒 但是會有一些back off back off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某些時間會特別突出出來 就是說 其實有 通常都是設計到 城市流程的改變 或是說 你之前找到Haspa 就是說 你找到那些 效能熱點 常常遇到的事情 其實它在某個條件下 不發生了 那這種事有可能會周期性發生 就是在Server side 我們會遇到 所以這東西是大有人商量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 JIT不能發揮它的效果 很多時候因為產生的machine code太大 我們知道一件事 產生的machine code太大的時候 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整個bench protection 你就算Pipeline 整個CPUPipeline再生 那其實在整個 你code太大 你整個bench protection 有可能會這樣 mispredict 那就會有成本 然後再來什麼 跟背就是這個 教科書已經印了 但是還沒有幹教 而且很快就要智檔人替了 好 所以 這是一個問題 那當然還有別的問題 比方說Essession Handling 所以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呃 這個 我們會有一些技巧 比方說去 Loop Unlearning 就是把那些程式碼打開 但是有個問題是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Essession Handling 那 比方說你會有Try Cache 那一旦發現這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程式流程 跟你想像度都不一樣 所以你為什麼要做Dry Cache 很多時候是為了Essession Handling 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成本 非常的大 好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 非常困擾的議題 好 然後呢 我們再繼續看這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 是一樣的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ADDO 這個在什麼 就是基本上它是在 最後一個 就是 呃 應該說倒數幾個Method 對不對 所以這邊做完之後 代入給Print LM 就輸出了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開始把腦筋動在這上面 所以呢 我們如果去做一件事 就是 我們除了把Compilation的過程印出來以外 我們把Tier Compilation 就是把C1加C2加進去 然後呢 你會發現說 這整個過程變得非常的長 這個 這個比剛剛又長一點 那我們現在有興趣的地方是說 這上面 這上面的過程 是不是都是必要的 好 那 其實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是什麼 因為這個ADDO呢 它會被呼叫 比方說 比方說你帶一個1000 那它可能這樣 它就可能被呼叫1000次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有機會去最佳化 所以 這個完全看你的執行情境而定 好 那當然JDK有一大堆這種東西啦 從JDK7開始 就有一大堆這種 那如果你用那個 Ubuntu Linux的話 現在 JDK8 其實都有支援 好 然後呢 所以比方說剛才那個例子 就是說剛才可以看到那個例子 就是我們開始要怎樣 我們開始要研究 這個東西最終的行為是什麼 好 那因為我們有JIT 所以最終呢 A加B不是一個什麼 不是一個Method 應該會展開成Machine Code 但是呢 如果說另外一種狀況 像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有點難 跟上面有點不一樣 注意到 上面這個東西非常簡單對不對 這個東西A加B直接丟到上面去 它會運作 然後把這個貨圍圈直接拉到上面去 也會運作 可是這個例子不太一樣 這個例子在幹嘛 涉及到開根好 好 然後呢 所以這個地方 它第一個呼叫 Java內建的Math 那個Math Math裡面的那個 SQRT的方法 好 那所以這個東西是少不要 因為這個東西 不是像這個一樣 它是Machine Code 不是 這個是 就算要轉你Machine Code 也是一大堆Machine Code 然後最終是它不能隨便被消除 不然 作用會不同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勢必它是一個效能的瓶頸 好 所以我們真正 它是一個HOT SPOT 好 這個JVN叫做HOT SPOT JVN的Engine叫HOT SPOT 這個我們今天講的是 比較廣 非常常出現的地方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需要 對JVN去特別處理 好 所以呢 有很多機制 比方有一個東西叫Intrisc 好 它給一些JIT 給一些提示 然後呢 像很多這種操作 比方說 自串 然後還有一些array copy 那其實 因為我們在編譯時期 也許就可以知道 它大概會使用多少 好 還有像hashcode hashcode基本上在compare的時候 非常常見 好 然後還有什麼呢 當然說像get class 這是那個meta class的概念 所以 所以像這種meta class的話 其實如果編譯時期多一些資訊 那我們可以去操作 好 然後再次跟watcher machine有關的部分 好 比方說以前那個 有一些unstaff的操作 好 那如果你知道 比方說某些synchronization的case 會發生 你就可以把它消除掉 好 當然這件事需要對 對那個 VN做一點調整 好 所以你會看到市面上有些書 跟講JVN怎麼調教 就在調這個 好 這個調教呢 是很有趣的 就是你要去看你的行為 好 所以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分析 一些嘗試的行為 好 比方說這邊有一些小段程式碼 好 但是我發現一個大問題 這個 其實它不能放大 不要打我 好 總之它有一個小段程式碼 就像講這樣 好 那不管你看得到 看不到都沒關係 好 總之 總之它印出來了 對不對 可是我已經印了 對不對 就像跟大家寫動一樣 如果狗屁不動怎麼辦 你要跟口味說 可是我已經印了 好 那所以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是一個爛打 這個字比較小 這個字比較小 那基本上 就是說這邊有個爛打的操作 那它最終會對應到什麼 會對應到這邊會有一個叫做 invoke dynamic 好 那所以你其實要分析的是說 像這樣的case 有沒有機會被你爛 所以你要去觀察 那接著你要搭配什麼 比方說可以搭配像是那種chack的功能這樣子 去觀察 然後 比方說我們再看另外一個case 比方說我們來看另外一個case 比較稍微單純一點的 比方說這個escape case 好 那這個case的話 我們去執行的時候 我們去編譯然後執行 好 注意到底下這邊都加了那些log 那實際上你可以甚至可以看到什麼 比方說你可以看到這邊有for回圈 那可以對應到 對應到bycode 然後它的machinecode 那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效能調教是用這種方式去分析的 那重點不是右邊的組合圓 是這邊的數字 注意到這個size 還有它的那個時間成本 好 那所以這個很多細節我就先跳過了 那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得到剛剛那個輸出 你可以用GIT watch 或者搭配這個文具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些 X8的組合圓 為了大家看它的輸出 所以簡單快速記一下 有個ADD加法 SUV減法 NOV就搬送資料 注意到它的方向 從A到B 然後呢 Jump就是GoTo的意思 那有一大堆變種 比如說J1 Eco 就跳 NotEco就跳 小於等於 好 然後再來PushPub 然後Call跟Ruturn Call跟Ruturn 跟Jump有大不同 Jump是肉包子打口 對 有去無回 但是Call是有去有回 好 然後呢 E開頭的戰爪器呢 EXEBS ESI 13個月 R開頭就是64尾 好 大家有沒有知道一件事 這個組合圓廟 比英文還簡單 對不對 要笑一下 我覺得很好笑 對不對 這 我以前找助教呢 我都有個條件 就是 作業我自己改 然後那個 甚至 教室門我也自己開 作業自己改 然後那個 考驗自己改 但是助教負責校 然後我就找一些比較幽默的人 好 那 所以你們看到主語是比英文簡單的 對不對 你看蔡英文寫那麼多字很累 對不對 這個JMP一下就寫完了 好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你要去分析 像比方說你要去分析 在Stake裡面的Net to Call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很大的成本 然後再來是說 Callers 就是呼叫端 跟Callers是背呼叫端 那中間是 依止保存的佔能性 這東西特別在 你在做Inline的時候 這非常關鍵 因為這涉及到你的 程式可能本來都會Inline 所以剛剛那段程式 就是剛剛那個加法那個程式 那你可以把它對應成這樣 那這個就是 一開始就是它去操作它現在的Stake frame 然後呢 再來是會去移動那個Stake pointer 好 然後呢 因為我們現在 對記憶體做Alignment 比方說它是64位元或30多元 以這個例子來講 它是對齊64位元的 好 那8個Byte的那個Boundary 然後再來是 這邊才去呼叫那個App的那個方法 好 好 然後再來是 我們要把 呼叫A的方法之前 要把Parameter 第一個Parameter放進去 因為有加法A加B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Parameter 然後最後最後的結果會放在什麼 EX這個佔能器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實際上呢 你可以注意到這行 所以實際上 在這邊來產生Machine Code IADD ByCode的ADD 直接變成 64位元的什麼 Intel架構的ADD 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所以就可以大概就可以分心 那最後做完的時候就有點噴 好 那所以呢 這個 當然 這個界面不是這麼單純 我們還要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叫做動態語言 這個 對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動態語言 動態語言 基本上是這樣 它的流程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不是一點點不一樣 是非常不一樣 好 所以就是說 基本上會有一個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基本上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來講 有兩種流派 對不對 一個是什麼 以class-based 以類別為主導向的 另外一個是prototype-based 比方說像java-scriber 那class-based 像是7++跟java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點是很有意義的 為什麼 它是一個傳遞message的意思 所以不管是class-based 或是prototype-based 最重要就是訊息的傳遞 message-based 所以呢 我們呢 跟這個物件講 my object說 我要做某個操作 叫做calculate 就是計算某個東西 好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動態語言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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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能根本不存在 它在執行時期可能不存在 它可能會在執行時期的某個時間點 才會存在 所以呢 如果在執行時期的時候 它存在我就不叫它 如果它不存在呢 等一下 我出叫一個東西叫 Bullstrap method 就是說 我想辦法把它找出來 不管用什麼方式把它找出來 好 那我們知道的 爛爛hacupus 其實就是這種東西 好 所以呢 對應到組合語 Bicode的時候呢 有一個很大不同的東西叫什麼 叫Inwork dynamic Inwork dynamic 跟原本的叫做 Inwork virtual 有一個大不同 在Java沒有特別寫的話 全部的method都是virtual 但是呢 這個virtual其實怎樣 它一定是宣告在這個物件的scope裡面 但是在這個 Inwork dynamic呢 跟程式的執行路徑有關 那linda就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比方說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個xy 然後這個 它就是xy 組成的一個 一個expression 然後它會用 5跟3 各自帶進去 那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東西其實在動態時期 才會產生的 甚至它可能是被evaluate 可能是在database某個地方 或者在網路上某個地方 那所以這個東西很有趣的是 它是動態去產生 動態去得知的一個境 所以我們現在對整個JIT的一個改變 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好 那先跟大家講個抱歉的事情 就是我本來呢 我本來要來改進那個 爛打的performance 這個poke原本的演講是叫這個 對 跟大家講的悲劇就是 不管怎麼改都不會變快 好 好 這個 好啦 這是我的錯啦 還不夠努力 所以 這邊就直接拿別人的演講來用 那 這個在這個 黑配上有寫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 常常有兩個東西你會搞混 一個叫做 爛的 一個叫做 匿名的class 好 那我要注意到一件事 匿名的class呢 其實本質上它是一個 它會生成另外一個class 然後它是一個inner class 或是類似的形式 會有class folder去載入 好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一件事 爛打是什麼 它是在late binding late linkage 就是說它在執行時期的最後端 才去射擊到 而且跟直顯入境有很大的觀點 好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匿名的class呢 其實一開始就這樣 在class的 物件的初始化的時候 這樣 它其實就存在了 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 爛打可能不是這樣 爛打就像我剛才講的 它有很多種存在的原因 好 雖然本質上都是invocation 但是它的入境完全不同 好 那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對於像JRuby 還有說像scala 這樣的一個程式語言 我們在今天早上11點的演講也有提到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language裡面 或者說JRuby 混合了很多元素在裡面 那其實這個很多時候很困難 因為我們都程式入境在執行時候才知道 好 這個 所以你會遇到一個很悲劇的地方是什麼 你就是有這樣的東西 一堆括號 括號接著括號 括號一直括下 然後呢 再來是一個不能悲劇的地方是什麼 比方說呢 023會接呼叫024 022會接呼叫024 那024會呼叫誰 不知道對不對 智力車員常考題對不對 所以我問你說 1357926 那些下一個數字是什麼 對不對 這個問題非常難回答 那智力車員都考過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難就難在哪裡 其實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邏輯 然後最麻煩的地方是 你不能在很早時候去做這種最佳話 好 那 事實上在這篇論文 在這篇那個簡報 還有一個搭配的論文 它其實有提到 有了有幾個方法 但是我在我的JDK上面 沒有看到任何的改進 那 在Tier compilation來講的話 對於那個 對於整個Linda 是有幫助的 有些些許幫助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這份簡報是在兩年前 然後我現在在我的電腦上 其實跑這個benchmark 程式 沒有得到太顯著的一個差異 好 那所以我們直接來看結論好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實際上它的執行成本 其實還是蠻大的 在左邊呢 左邊是那個 藍色部分 是匿名的class 那右邊是Linda 所以你看到其實執行時間 還是有顯著的落差 雖然這個JDK本身在調整 但是 這也是OpenJDK在做的一個方向 所以如果大家注意看 它是今年有幾個相關的patch 那幾個patch還沒有完成驗證過 因為有些case跑不起來 但是這個是值得一個關注的議題 那如果說 這一個OpenJDK 或者說OpenJDK9 它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那其實這個部分 又有很大的改變 那如果這些問題可以突破的話 表示什麼 JDK可以當作一個通用的 FunctionalProgramming的Runtime 好 那所以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我們的結論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今天帶著大家去看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Hastbar Hastbar整個 JUST INTAIN COMPANATION 怎麼運作 再來是你要怎麼去追蹤 這個GIT 然後呢再來是 你要怎麼去分析 所分析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 這個我們沒有講太多細節 我們都講一些心法 畢竟這個case是 跟你的行為有關 所以比方說像 Toncat 但是這就是 Toncat 本身它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 web occasion的container 那 所以Toncat 很多時候你會遇到一個 大的悲劇是什麼 如果你把所有的monitor 打開的時候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比方說你甚至把 Assembly打開 你就會遇到問題 根本跑不完 給他欣賞一下 什麼叫跑不完的case 誒 可是我忘記插電了 好 這個 還是跑一下 那所以比方說 這個 好 比方說 比方說你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說 你做那個 Toncat run 那 如果你把所有的tracer打開的話 你會遇到一個 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說 現在還在containeration 對不對 那如果你把所有的tracer打開 那整個系統會 拼命的to log 那 大概 比方說我現在講話 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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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這個log已經怎樣 log已經可能5MB 那我等下繼續講講講講講講到 talk結束的時候 就是可能5分鐘後呢 這個log可能會記到多少呢 它會記到100多MB 所以 這個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算你有GIT Watch 會把它關掉 對 好 不趕快關掉 會遇到一些 會遇到一些悲劇 它會那個log會爆大 好 那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是一個 很麻煩的問題 所以變成說 像這個case來講 我必須要把這個 web application的container 把它帶起來 帶起來之後呢 那你可能要 插一些 一些軟體的中斷點 或者說 執行的一些checkpoint 然後再開始去做tracing 要知道一件事 tracing來講 對成本是有影響的 不過在openjdk8出來之後呢 整個tracing跟optimization 它是可以並存的 在7th這邊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如果說大家 插這個工程 請力量用openjdk8 ok 好 那我們的talk大概到這裡 那在座有沒有朋友 有問題的嗎 這邊有我的聯絡 聯絡資訊 看到好多問題啊 請講 這個問題非常好 這個問題問說 這個java.at 那個匿名的類別 好 我知道大家已經想聽我講英文了 我不會講 好 那所以就是說 這個朋友問到說 這個匿名的class 在 在初始化的時候 會不會reference 好 這個問題非常好 我們來看 看一個細節 我直接跟你講結論好了 它會分兩階段的reference 我們可以看到說 像這邊來講話 我們剛剛講那個 加法器那個 加法器那個例子 那最終那個ad在這裡 但是實際上呢 在 在那個anonymous的class裡面來講話 其實這邊 會先 這邊的路徑會不太一樣 就是說 這個是一般的那個method 那如果你是用那個 anonymous class的話 那他的gate會多記住 但是這個成本其實還是很低的 請這邊 會眾問問題的話 記得用一下 那個前面的麥克風 謝謝 謝謝 好 還有人 有問題嗎 請講 老師你好 就是 你剛剛整個投影片 基本上已經把那個簡單的ZIT 怎麼做都講完了 那我想知道的是 就是最後ZIT 它在產生code的時候啊 那個code它要放在哪邊 然後它最後要怎麼被執行 因為你剛剛投影片的時候 其實bycode執行就是 你用西家家它去直接執行那個底線 底線版本的族域嘛 對 那GIT生出來code 才要怎麼被執行 OK 好 所以這個問題在說 真正產生出的那個GIT程式碼 應該是怎麼去執行的齁 好 這時候我們來看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齁 呃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一個GIT的流程齁 我們快速看一下 來 我知道大家要看我coding對不對 不給coding啦 好 然後那個 呃 好了還是要coding一下齁 喔 我很緊張捏 好 比方說 呃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說 呃 我們可以想像說剛剛那個 生成的那個Machine code 它Machine code 最終可能放在某一個位置 它可能放在記憶體的某一段 那 呃 我們會把那一段空間呢 用一個叫M-map 就是 就是說我去配置一段 呃 若干的page 再做一種 配置多半page 好 然後把它設定可讀可寫可執行 好 或是說我最起碼要設定 Writeable and executable 好 然後接著 接著怎樣 接著我們才能夠去跳躍到 跳躍到 這邊來 就是 跳躍到我們產生的那些Machine code 好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Temperate-based Interpreter 其實在做什麼事 它就是透過 用西家來賺寫的一些Library 好 然後呢 你最終會輸出這樣的一個Machine code 然後你把它這樣 你把它 跳躍進去直寫 好 然後呢 你又說 為什麼都出那麼簡單的東西 我知道有的不開心 好 沒關係 聖文不開心怎麼辦 聖文不開心就下次再選嗎 對不對 好 那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看另外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是我最近在做的一個專案 我晚點會把它open出來 那 等一下 好 那所以不要說 像你可以看到Temperate-based Interpreter 其實它最終就是輸出 像這邊的一個Machine code 然後呢 你會配置一段空間 那可能 它必須是連續的 而且是可能空間夠大 但這部分太大 因為涉及到整個 Memory Reference 就是涉及到Caching效應 這是一個很trick的事情 那 我晚點會把那個相關Reference把它加進來 那總之呢 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我這邊有個J1 那J1就像剛剛那個 呃 J1在這裡 J1 所以我們看一下J1指向哪裡 J1指向JIT JIT JIT Memory 那JIT Memory在哪邊呢 JIT Memory的話 是 是用Map 剛剛那個Map 那接著就是我們就會 就是怎樣 準備要做什麼事 準備要去呼叫call券 那接著要去 就是要跳進去裡面執行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說 其實不是那麼單純而已 今天要考慮到一件事就是 因為原本那些 那些 這些看起來是程式的部分 其實它原本是什麼 原本是Data 所以你必須要把Cache清掉 否則你會怎樣 因為有Data Cache 你會導致執行路徑是錯的 或者說根本沒有Touch到那一段空間 因為你可能 執行到 就是你可能Always Reference到 Cache裡面的Data 所以會是像這樣 的操作 那哈斯巴裡面 這件事複雜很多 複雜到我沒辦法 秀那個時候抽給你看 那 簡單來說 哈斯巴來講的話 流程是類似的 但是難度在哪裡呢 難度在於說 其實哈斯巴不會急著 跳進去執行 它會先去做 做Vedification 所以 Vedification要做什麼事呢 比方說 我們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 比方說 Vedification來講話 比方說我整數的 整數的加法 還有那個 Long Integer的加法 這是有範圍的 所以 在實際上的JPM 在真正執行的時候 其實還會在做 Code Jam之前 或是之後會做一個驗證 避免說伸出來Code是怎樣 錯的 或是說像 JPM裡面有個指令叫做什麼 叫做Jump 它不能讓你隨便亂Jump 其實 在執行之前 它會塞一小段程式嘛 所以 所以像這種 例子是比較 比較困難的議題 然後再來是 前面有講過一個東西 叫profile 所以其實決定也要考慮這個議題 OK 因為時間的因素 我們就 今天就到 到此 到此結束 那歡迎大家會後跟我討論 謝謝大家